新年領法郵在六月四月大火穿回去 尤其要兩天較前領法郵賣改建的地方 廣府幹部主要請公路總局和新領鄉工作 以及地方的餐廳和代表頂人 走過來跟建長政行會審 會中也經過討論跟建長的並說了好 大家出席用色 看頂上這地點和在原本領法郵的認得去新郵 這地點可以做郵就不要再考慮台灣 就直接做這裡 因為這裡大家都要討論 都要討論 都要討論 之前對龍華郵重建地點 馬教育過一次協商會議 當時其民建議新郵可以為旧的龍華國修校地 來作為改建的地點 對處公路總局生意港部長卻不同意 你如果做這地點的事情 是不是它有雙橋頭的保護 對這個複地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我先告訴你 因為這地點是龍華本來的一個協校 協校的時候是因為那一塊漏掉的 所以這塊這麼重卸掉的 不是流到這邊的 這塊是沒有漏掉的 所以你如果在這裡過去的時候 第一個不用徵收土地 第二對面巷的話沒有樹 沒有那邊 我是說不要接開這裡 這個地方不好 這個地方可以 你接開 他如果照這個 你 你這樣都好 這些地方穩定 這些都很穩定 這些都很穩定 為了處於共識 以及決定最適合的地點 來中建立發球 管副工部處 是要指上官單位 以及地方基民 來到當局的地點 還在進行回観 為了處於新郵部長 也提出建議 希望新郵可以以龍發球的印度 來作為新郵橋頭的起點 經過討論 順利在哪裡 大家認同 我們今天 先開之後 那我們決定 就由原本的這一個 龍華橋 就有這個聯絡到的這個路口 來設置新的橋台 往頭九日三線這邊 來做搭建一個 重建一個新的橋梁 那這個方案就會 所以我們就會採納 目前這條路線 結果 要決定的路線 是最好的路線 因為比較去影響 公路橋的橋 比較累 是影響 台台的土地 核取得 可能會比較有問題 所以目前這條 萬數的骨路 來做橋 是最適合的 經過道處的協商會議 更重要的橋 有中間的需要 管副工部處 也因此 將近腳步來選定地點 如果一切順利 工部處希望 能夠在11月前 來發報 更近來時間 記者姊雅雅 最好報導 感谢观看